Hello 大家好 我是Winbop 今天我们来开箱一款电竞滑鼠 它的名字叫做携手幽灵 那型号是W70 Max 你可能没有听过这个品牌 但是如果说双飞燕 那你可能就有印象了 W70 Max 它是携手幽灵的最新最强的款式 规格非常强哦 它采用客制化的传感器 BC3332A 那有5000万次的金属微动开关 解析度可以从100到10000 精准定位 35G加速度加250 的IPS追踪速度 那它同时还支援聚集啊 15区的RGB调光 最重要的是 它的价格还相当的评价 好 往部落说 我们就直接来开箱 那我手上有一黑一白各一款 那我们先从外观开始 携手幽灵W70 Max 它一共推出两种颜色 那分别是黑白两种包装 那除此之外 还会再附上一张信仰贴纸 这个是携手幽灵的贴纸 那里面有很多的logo 白色的版本啊 是亮面的镜面的白色的涂装 那会反光 那黑色的则是磨砂涂装 那它是有点粗粗的手感 不纸不粘纸纹之外 激烈操作时也比较不会飞走 电竞滑鼠搭载RGB 只能算是标配 那W70 Max它的滚轮 两侧的下方都可以发光 那也可以自定义颜色 造型上啊 W70 Max采用的是右手滑鼠的配置 那尺寸比较偏向中大型的滑鼠 那我的手啊在男生里面算是小的 放在上面可以说是 整个手掌几乎是完全贴在上面 那弧度刚刚好可以撑住手掌 不会流空气 那久握啊也算是舒适 它是属于两指抓握型的滑鼠 那为了让任何手型的伙伴 都可以直接上手 所以W70 Max采用的是 AFC任意点触操控技术 也就是这两片 一整面都是你的左右键 按这里啊按这里啊都会触发 上下的触感啊灵敏度都是一样 不会让你按了结果打空包蛋 它的平衡我觉得做得很棒 那左右键的微动开关 它的寿命都高达5000万次 敲起来的感觉有点清脆俐落 那滚轮也很特别哦 你看它是搭载上下双滚轮 那上面的滚轮支援滚动加按压 那中间透光可以发RGB 那下面的滚轮则是双色一体成型的软胶 左侧这边还有两个侧键 那拇指区这边还有一颗狙击键 那造型是斜向突出的设计 这三个侧键的手感其实也都是一样 不太会有误触的问题 那再来我们来看到背面哦 你可以看到下面有一大圈的环绕师灯带 那加上鼠身的logo啊 透光滚轮这三个区域都可以同步发光 那透过快速键哦 可以直接调整五种RGB的发光方式 如果透过软体调整的话 可以调整从1600万画色的RGB做色彩制定 那整个灯光的亮度啊 非常的融合 颜色与颜色之间衔接也非常的自然流畅漂亮 那再来看到这个很特别的属贴 这个是携手自家的灵敏金靴 它是采用金属材质的 非常的耐用也滑顺 那比较特别的是 下面这边有两组快捷键 那可以让你制定它的灵敏度 那从125到2000 那一共4档可以调节 那抬手高度也可以调整 那依照个人习惯从1.5mm 2mm或3mm 或者是制定高度 一共4段 连接线采用编织线 那长度约1.8mm 那是不能拆卸的 那写手最重要的 其实就是它的写手宝典 Bloody写手宝典 那这个Bloody写手宝典啊 可以说是它的灵魂 包含灵敏度啊 灯效啊 聚集都可以从这边控制 灵敏度一共有5档可以调整 从1000到10000 那灯光可以储存5种常用的 那当你存好之后啊 会记录到W70 Max里面 要切换哦 就直接把滑鼠开起来 一键就可以像这样 循环切换你设定的灯效 那针对不同鼠垫的高度 也可以做微调 让你滑鼠移动会更准确一点 那再来是最重要的是核心 它一共有4套核心设定啊 可以针对不同类型的游戏 去优化滑鼠 核心1它适合即时战略游戏 那核心2适合FPS设计游戏 那利用滚轮可以切换 左键的连设功能 从单点设计到4连发都可以 那核心3核心4这两套都需要激活码 那我一开始介绍的这张小卡片啊 其实就是激活码 那输入打开之后啊 你就会发现 诶 它的特写核心3啊 是针对高级的FPS游戏 例如PUBG 它可以设定多连发啦 压枪啊 或者是用单倍镜加降速 一键狙击 红密核心4啊 则是给MMORPG啊 或者是格斗游戏的功能 这个核心非常强 它可以一键连续使出必杀剂啊 或者是循环必杀 自动必杀 甚至可以透过内建的记忆体 去设定聚集编辑 例如重复动作指令啊 或者是录制滑鼠的动作 那整个看起来啊 可以说学手幽灵W70MAX 就是一款通用所有游戏的电竞滑鼠 而且它还搭载了一套 完整的外挂辅助给你 让你玩游戏无往不利 那这样一支软体功能强大的电竞滑鼠啊 定价其实也非常便宜 只有1490 官网还特价1290 说真的非常划算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官网 看看它的介绍 好 刚刚针对写手幽灵W70MAX 做了一些简单的介绍 那如果大家对这支滑鼠 还有什么问题啊 欢迎在底下留言 我是云霸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